再见,亚运闭幕式两件事令人无语,马云孙杨微笑面对为国真光,北京时间9月2日,2018亚加达亚运会闭幕式如期进行,跟以往的重大体育赛事一样,整个闭幕式在隆重而又惊艳的氛围内进行。 本次闭幕式的主题是庆祝和感谢,着重表达印尼人民对于亚运会成功举办的喜悦,也努力诠释全亚洲运动员在本次盛会中展现出的运动精神,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经验的演出中,却有两件事让广大的中国观众无言以对。 首先,在闭幕式的过程中,当印尼本土的著名歌手,萨拉斯阿蒂演唱《我们是亚洲时》,现场大屏幕也如约而至地播放出本届亚运会的一系列精彩画面,但是令人无语的时,在整首歌曲的演唱过程中,中国运动员的身影,仅仅在大屏幕上展现一次,要知道中国杭州作为下一届亚运会的东道主。 中国因素出现,在大屏幕里是理所应当的,何况在本届亚运会中,中国代表团更是以132枚金牌。 倒是群雄,按常理来说在大屏幕中出现次数应该是最多的,可是整段画面中却显有中国运动员的身影,仅出现了一名摔跤运动员的背影。 乒乓球暂时不说,或许是因为中国实力太强而受到争议,但是中国篮球的周琪,中国游泳队的刘湘,中国排球的朱婷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金牌得主,都没有出现,在屏幕里就让人匪夷所思了。 真的不清楚印尼的这个M、V制作人心中是如何考虑的,这不是第一次在大型运动会,闭幕是MV中缺少中国元素了。 无论是年初的平昌冬奥会还是2016年领约奥运会上,中国选手的镜头都趋势可数,或许是因为中国运动员实力太过强劲,而让外国媒体嫉妒而有意为之吧。 不管是什么原因,印尼在闭幕式上这样做,真心的让中国观众给了差评,其次,在闭幕式最后阶段,令人瞩目的杭州八分钟如约上演,一样迁徙,首先用一段舞曲向往登场,随后杭州著名企业家马云与中国游泳名将孙杨,陆续出席在舞台中心,但是令人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通过电视转播画面来看,马云与孙杨的话筒与现场收音设备,似乎出现了问题,不过见多识广的马云似乎发现了话筒存在问题,于是他临危不乱,用气质如红的英文发表了欢迎来到杭州的致辞。 而孙杨也同样毫不逊色,见过了大场面的他也用英文发表了讲话,两人随后微笑地站在台上,招手向大家致意。 他们二位身上展现出来的大国气势让全世界人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强大,马云创建了阿里巴巴。 孙杨在泳坛获得了无数荣誉,他们二位果然,都是为国争光的好榜样,全场最令人无语的就是当杭州八分钟表演完毕时,进入歌舞表演的时候,现场的收音设备似乎又没有问题了。 无论是印尼歌手的表演,还是韩国歌手的舞蹈,声音都如约而至,只能说雅加达亚运会闭幕时尚,暴露出来的这个问题真的让人无语,言归正传,不管出现再多争议,让我们用大国的度量去无视它。 别忘了,我们的祖国以亚运会奖牌总数第一,金牌数第一的骄傲战绩称霸亚洲,让我们赶望2022年杭州亚运会吧。 正如马云与孙杨所说,希望大家能够在2022年期去杭州。 请不吝点赞订阅微博烈订阅微博烈计划